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这件事情 习近平呢,当地时间3月20号已经到达了俄罗斯 那么除了受到了俄罗斯的高级别的一个欢迎以外呢 当天的下午,习近平和普京呢,就举行了这个一对一的会晤啊 那么这个会晤呢,真的就体现出来了之前外交部所公布的那三个关键词啊 一个是友谊,一个是合作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和平了 首先呢,就说这个友谊啊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习近平对俄罗斯呢 虽然是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 但是呢,并没有带夫人 就他一个人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呢 第一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友谊啊 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尤其是习近平之前的时候 他就说,说他和普京两个人呢 是那种知心朋友 知心朋友 就是两个人就属于那种呢 志同道合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样的 就是你说话呢 我非常理解啊 和赞同 我说话呢 你也非常理解和赞同 就是呢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呢 都会产生共鸣那样的啊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带不带夫人 这种虚头八脑的事啊 表面上的这种礼貌性的这种呢 都可以省略了 所以习近平呢 虽然说对俄罗斯是一个啊 非常正式的一个国事访问 但是并没有带夫人啊 当然了 他没有带夫人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 就是普京现在的婚姻状况呢 是属于单身 他是没有夫人的 所以呢 习近平也不带夫人 两个人呢 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这种会面啊 那么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说这个友谊呢 真的是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友谊呢 我发现啊 从他们两个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就他们的眼神也体现出来这一点 就他们两个在谈话的时候啊 各自的这个身体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的身体语言呢 是无限放松 是完全放松的 就好像是两个好朋友呢 坐在其中一个家里面的客厅里的沙发上的那种感觉 从那身体语言上面呢 看出来是非常非常的放松 另外呢 就是习近平呢 在普京啊 说话的时候啊 全程都是一眼不离的 就是看着这个普京 而普京呢 却非常的放松 就像他以往 他说话的那种习惯啊 有的时候呢 他会低头说话 有的时候呢 他会偶尔抬头 看一下别人 他和习近平的 他们两个的对话呢 就是这么一个氛围 非常放松 体现出来的就是友谊这两个字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合作 这次呢 我注意到啊 习近平肯定是带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去的啊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相关的方面呢 也都有参加 其中呢 特别的引起我的注意的呢 就是他远东地区的那些州的州长官 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习近平的国事访问 其中呢 他有一个叫阿末尔州 阿末尔州呢 是他远东的一个州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 他的那个国家是非常的大啊 以往的时候呢 他都是重点发展的是 他西部和欧洲交界的那个地区 那远东这个地区呢 基本上就不管 他这远东地区呢 就任其自由发展 那么自由发展呢 他也就发展不起来 没有支持和鼓励 他就发展不起来 那么这一次呢 俄罗斯是下决心要发展远东了 那么发展远东呢 靠谁啊 就靠中国了 如果说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呢 那么俄罗斯就应该给他很多的政策 在税收方面 各个方面给予政策了啊 就现在呢 发展他的远东地区 中国和俄罗斯还专门搞了一个 叫中俄阿末尔论坛 就是来探讨远东地区的发展的 我最近看到啊 关于远东地区这个发展特区这个 我看到他们提了好多个名字 但是这一次呢 我看到他们就集中提一个名字 叫什么国际超前发展区 这个国际超前发展区呢 就包括他远东地区的好几个州 不光是阿末尔州 可能是以阿末尔州呢 为中心或者是为重点 就这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俄罗斯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好这就是合作方面的 然后呢就关于和平方面了 这一天呢大家都在讨论的呢 就是习近平这一次到俄罗斯来访问 要对俄乌冲突进行斡旋 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 BBC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那么他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说习近平与普京会晤 这场中俄元首会谈 预料将带来什么 那么BBC呢发表了一个很长的长文啊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说向朋友寻求帮助的普京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习近平向普京发出的信号 只会有三种 哪三种呢 我觉得他就是废话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三种信号呢 第一就是要求普京停火 第二呢就是要求普京继续打 第三呢就是不发表任何意见 这是BBC说的 你说他是不是废话吗 当然就只有这三种可能了 对不对 如果表达意见的话呢 一个就是停 一个就是继续干 那么要不就是不发表意见 保持沉默 不就这三种吗 你知道BBC对不对 这么大一个媒体啊 就这个分析能力啊 然后呢 他又分析说什么呢 说根据啊 中国刚刚调停了千年 速敌伊朗和沙特 所以呢 中国在这个时候呢 是非常的这种躊躇满志啊 得意洋洋 在这种情况下呢 BBC就说呀 习近平到了俄罗斯呢 他不可能三间其口 他不可能说不给出意见 他肯定是跃跃于是 想在这个俄乌冲突当中呢 施加中国的影响 显示中国的力量啊 这是BBC的啊 我觉得这个说的呢 是跟没说一样 那么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美国简直就赤裸裸了 之前的时候呢 谁都知道啊 这场战争 美国就想借这场战争呢 把俄罗斯给拖垮 美国是不希望和平谈判的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 乌克兰呢 就表现出来了 愿意进行谈判 对不对 那么谈判进行到第三轮的时候呢 乌克兰甚至还提出来了 他们的一个方案 但是就被美国给叫停了 从那开始啊 这乌克兰就这脑袋摇的呀 跟那波浪鼓似的啊 就坚决不跟这个俄罗斯谈判了 甚至他们还立法说呢 就绝对不跟俄罗斯谈判 主要是呢 只要普京掌权一天 绝不跟普京进行谈判 哇 这个态度呢 是特别的坚决 而且用法律的手段 把这条路呢 等于说就堵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主要呢 就是来具美国的压力 美国不想让他们谈判 美国甚至于这两天呢 赤裸裸的说什么呢 美国的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 他本来是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 现在他升官了啊 他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的协调员啊 就是科比啊 他在接受这个福克斯的采访的时候呢 他说什么 他说呢 美国认为 请注意啊 他个人接受采访 但是他所表达的这个态度呢 是代表美国的啊 他说呢 美国认为 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期间 任何要求在乌克兰停火的呼吁都不可接受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任何的要求在乌克兰停火的呼吁都不可接受 啊 这种赤裸裸的赤裸裸的鼓励战争啊 美国人现在都越来越看清楚了美国政府的这一套 他们绝对不是为乌克兰人民 他绝对不是为美国以及美国人民的利益 绝对不是 他们为的是谁的利益 他们为的就是这些个军火商军火资本 他们的利益 美国人民现在算是看透了 啊 我几乎每一天在我视频里我都说 我就是天天就看这个TikTok啊 TikTok里面就全都是美国人啊 有一亿的用户 超过一亿的用户啊 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还有加拿大人 主要就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啊 这里面绝大多数的就是美国人了 他们讨论的话题呢 就是美国的政治和他们的社会问题 最近炸锅的呢就是拜登说呢 要求TikTok把这个公司卖给美国人 如果不卖的话我就完全记你了 那么在TikTok里面非常炸锅 美国人呢都知道美国政府玩的是一个什么小九九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TikTok他控制不了 因为TikTok他控制不了 使得他们的人民呢在TikTok里面呢 他们的沟通 使得他们的人民呢变得聪明了 使得他们的人民呢了解到真相 了解到美国政府的这个本质 所以他TikTok呢绝对不允许他的存在 主要是不允许他是在中国这个老板的控制之下 他要把他转移到美国资本家的控制之下 从而也就是由他们来控制 明白吗 那么美国资本家在这里头呢 他也有利益啊 因为呢TikTok他搞得特别好 以前的那些媒体呢 美国人呢在那些媒体里面呢 就非常的受限 非常的受限 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哈 说就是像脸书啊扎克伯格啊 他们这些人呢和中国进行竞争 竞争不过 他们输了输了输了 反复输反复输啊 现在的TikTok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呢 一枝独秀 他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 他们就希望呢 这些用户呢都去到脸书 如果脸书现在是一个主流媒体的话呢 那么他们是没有意见的啊 说他们的就是扎克伯格他们啊 那么这些民众他们就表现成什么来呢 说你们想让我们再回到什么脸书啊 Instagram这些哈 说门都没有 你知道吗 就这些民众呢就表达这样的一些意愿 就是美国政府呢 他管他人民吗 No 他不管 他根本不管 最近呢就在华盛顿呢 还有好多人到那去游行 就像欧洲的那些民众一样 要求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 要求停止对战争煽风点火 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白宫哈 这个科比就公然的就这样说 说习近平啊 去斡旋停火啊 是不可接受的 这叫什么话 这叫什么话 啊 而美国在这里面呢 也绝对是起到了一个破坏这种斡旋的这么一个决策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啊 在习近平去之前 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前 宣布习近平要去俄罗斯访问之前呢 中国的外长和乌克兰的外长都进行了通话呀 他们为什么通话呀 通话就是为这个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呢 进行通话来打前站的 来做准备的呀 是不是 美国就是担心乌克兰在习近平的斡旋之下 和俄罗斯达成协议 随着说呢 这两个国家呀 现在要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呢 其实是很难的 就这个事情本身啊 要达成一个实质性的协议呢 是非常难的 但是呢 可以达成一个形式上的 就是说我先停火 然后我不打 不动兵戈 不动战火 我们来谈 我们坐下来来谈 谈的最后结果 虽然说呢 也许不能达到一个最后结果 也许呢 离最后的结果还很遥远 但是你起码要迈出第一步吧 要进行谈 对不对 现在要达到这个效果呀 但是呢 现在美国就站出来 极力的进行反对 我看到美国呢 做了这么几件事啊 第一件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啊 说这个波兰呢 在加利宁格勒 加利宁格勒呢 就是波兰和俄罗斯 511他交界的一个地方 加利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个飞地 对吧 他是和波兰交界的 那波兰就在他这个边境呢 部署了很多很多的海马斯这个火箭弹来 就是准备好了啊 随时要打 而北约在这个地方呢 也进行了部署 就表现出来了 好像是呢 就是随时要打啊 这种 实际上这个呢 就和国际刑事法庭 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威慑吓唬你 他就是吓唬你 为什么说他是吓唬呢 你想想看啊 如果说北约或者波兰啊 如果他想下场的话 对不对 为什么要在加利宁格勒那个地方 要开辟一个战场 你为什么不是在波兰和乌克兰交界的那个地方 进行部署啊 对不对 你在那个地方部署 是不是更容易下场啊 说进去就进去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不在那个地方进行部署呢 这是为什么 我琢磨了一晚上 我就想他为什么 我想呢 他就是这样的 如果他在那个地方部署 这里面是不是就牵扯到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一旦如果说对波兰呢 或者是北约提出要求的话呢 那么他是进入还是不进入 下场还是不下场啊 对不对 他就被动了 但是在加利宁格勒那个地方呢 跟乌克兰没有关系 他说下场就下场 说不下场就不下场 他是不会下场的啊 咱们就说如果他不下场的话呢 他这个理由就很充分 说不下场就不下场 但是如果说你在乌克兰的边境上 做好准备 那么乌克兰要求你 你是不是得有充足的理由 来说服乌克兰啊 对不对 是这道理不 昨天晚上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我想通了 他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他在加利宁格勒那个地方 还有呢 就是乌克兰呢 他的内部啊 一定是意见分歧的 乌克兰的内部我早就说了哈 乌克兰这个问题啊 和俄罗斯这个问题 真的是这个仗就切打了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他两家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是不是 他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因为乌克兰他的内部呢 他的意见相当的分歧 就这泽连斯基啊 他都说了不算 他根本就说了不算 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就和谈的时候 就那个谈判代表团乌克兰那边的 其中的一个成员 当街就被暗杀了 还记得吗 就他们那个斗争啊 就相当的激烈啊 乌克兰他内部的一些极端分子 民族分子 纳粹分子 那些人很厉害的 那些人很厉害的 那些人如果说不的话 你泽连斯基你说 你能说yes吗 不能啊 所以说他这个乌克兰这个吧 其实他很难 他自己都达不成协议 你还别说是跟俄罗斯了 那么这两天我们就看出来呢 就表现出来的呢 就好像是这个泽连斯基 他就想和习近平啊 进行一个通话 进行视频 但是呢 美国不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我还看到 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的主任顾问 波多利亚克 他接受了意大利网邮报的一个采访 在这个采访里面呢 他就说 他就说中国所提出来的 那个12条建议哈 是不能接受的 他说那个建议呢 都是一些笼统性的建议 都是一个没有经过 真密考虑的 有逻辑的建议 而且呢 那里面 有的条款呢 互相还矛盾 他说的其实呢 要说也是对的啊 中国就是说 提出来一个中国立场的12条建议 他能非常详细吗 对不对 你双方要进行谈判 要达成一个最后一个啊 既有形式又有内容 那么一个 你得得经过多长时间的谈判呀 对不对 中国怎么可能给你拿出来一个 那么详细的一个建议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给你指出来一个方向啊 另外一个呢 他就说呢 他为什么说是互相矛盾呢 他说中国一方面说 主张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外一方面呢 又建议立即停火 那要立即停火啊 俄罗斯不全撤出来 他还保住他寝占的那些领土 怎么叫主权和领土完整呢 他觉得这两方面呢 就是矛盾的 这也许啊 这个呢 也代表了泽雷斯基的这个顾虑啊 但是呢 他出来接受这个访问 表明这种不愿意谈判的这种态度呢 其实就是 是来向美国表态的 那么美国除了在加里林格勒做了部署呢 今天我还看到啊 就是欧洲啊 打从这个欧欧冲突发生以来 乌克兰每一次管他们 甭管是要钱也好 要弹药也好啊 欧洲都是拖拖拉拉的 能拖一天算一天 从来都没有主动过 但是 但是 就在今天欧洲呢 突然主动呢 做出来了一个决定啊 说是要给乌克兰提供弹药 要提供弹药 这就很明显了 这就是在为这个战火呢 在拱火 盖尔乌克兰说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我们是绝对支持你的啊 绝对支持你啊 我们一点都不会撤火啊 你就放心往前冲就行了 不要松劲 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在拱火嘛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我还看到哈 他们也来吓唬中国 那么他吓唬中国 除了什么 让英国和日本进行对话呀 让韩国和日本进行对话呀 让日本跟菲律宾进行对话呀 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演习啊 除了这些以外 今天我发现呢 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是什么呢 这件大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就是中国吧 在中非有一个金矿 中国呢 在那采矿 中非那个地方呢 非洲啊 都特别的乱 那么中国的企业 在那个地方采矿呢 都有保安人员 中国是没有海外驻军的啊 但是呢 有这个保安人员 那么今天早晨大约五点钟左右呢 就听到从中国矿业公司 所在位置传来的枪声 后来就发现呢 有九个中国的保安人员啊 被打死了 是中非的那些个武装分子 对这个金矿呢 进行了袭击 打死了九个中国的保安 而且他那种打死的那种方式啊 就让他们跪在那里 从脑袋后面就是那种形形式的枪决 这个就非常恶励了 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呀 你知道吗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就是美国撑腰在背后 让那些武装分子干的呀 这就是给中国一个下马威 让你在世界上啊 你挑头搞这个搞那个 现在中国呢 在世界上确实是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尤其是在斡旋了沙特和伊朗这个事啊 成功的斡旋之后 那么中国现在还在斡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矛盾啊 比沙特和伊朗那个矛盾 还要时间长 对不对 更是一个几千年的宿敌啊 这要是中国在他们之间斡旋也成功的话 那这个世界不就全听中国了吗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啊 不光是说中国提出来一个 在联合国框架之下成立一个国际调解院 对吧 立刻呢就有九个国家 宣布加入了 那么今天我还看到啊 我们就知道这个柬埔寨啊 他国内那些武装分子啊 特别的多 势力也特别的大 柬埔寨政府呢 也非常的头疼 但是我今天很吃惊的发现啊 就柬埔寨的那个武装组织啊 他们提出来 希望中国给他们斡旋 就是说我昨天也说了啊 谁都不希望打仗 其实啊 谁都不希望打仗 包括美国自己啊 美国他全世界在人家那打仗他愿意 要是在他自己那打仗他能愿意吗 他也不愿意 对吧 谁也不愿意打仗 包括柬埔寨的武装组织 他们也不愿意 他们也打仗了 他们也打仗了 现在呢 他们就提出来让中国来给他们进行调停 所以呢 你看中国在事件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那美国能干吗 那美国能干吗 是不是 大家还记得吗 在去年年终的时候 就是习近平访问沙特之前 那么拜登先去了沙特对不对 去了沙特以后呢 在沙特那边还对媒体 达记者问的时候呢 还表示说呢 说美国不会从中东撤出来的 美国不会在中东形成一个权力争抗 让中国能够称虚而入 多么的狂妄啊 对吧 多么的狂妄啊 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得由他说了算 现在人家沙特听中国的啊 他能不生气吗 是不是 现在中国要去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要和习近平进行视频 你想想他们心里面能愿意吗 所以呢 就从欧洲当地去吓唬俄罗斯 在中国的周边来吓唬中国呢 根本就吓唬不住 然后呢 到非洲来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但是这个世界呢 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世界了 那些受美国压迫的呢 是要起来反抗了 连美国人民自己也都要反抗了 今天我还看到一则简短的报道 就是朝鲜进行核反击模拟综合战术训练 他还有一个叫法 叫什么核反击假想综合战术训练 反正假想也好 是模拟也好 反正呢 就是假设发生这个核战争的话 朝鲜如何进行核反击 这个目的是什么 也是很显然的 对不对 朝鲜已经多次说了 说我们对韩国是没有兴趣的啊 我们对韩国没有兴趣 我们吓唬的就是美国 明确告诉他 我吓唬的就是你啊 我就是向你示威的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满英九访问大陆这件事情啊 中国中央政府国台办啊 做了正式的回应 而且呢 我看到台湾方面的报道呢 说满英九到大陆去呢 中国大陆政府呢 也做了一些官方的高层领导人的一些相应安排啊 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件事情 之后呢 我们还来说一下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啊 美国银行界的这个危机呢 现在不仅仅是风险仍然存在 而且现在美国的金融界啊 貌似啊 内部呢 有点打起来了 我看到呢 有人在指责 说硅谷银行的倒闭呢 都是被高盛给玩死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会儿来聊啊 首先呢 我想先来还说一下 郭文贵的这件事情啊 郭文贵的这件事情呢 这些蚂蚁们仍然是不死心的啊 那么我今天看到啊 那些蚂蚁啊 就在这个推特里面公开的就跟着讨论 在那讨论呢 就是郭文贵啊 现在被关的那个监狱 说那个监狱呢 是特别特别差劲的 一个是呢 从管理方面呢 就特别差劲 监狱那些犯人进去以后呢 伙食非常不好啊 住的非常不好啊 各个方面呢 都非常不好啊 另外一方面呢 监狱里面呢 会有一些牢头欲霸呀 那些什么的啊 那些监狱里面也不管啊 他们就很担心 这个郭文贵在这个监狱里面呢 肯定会备受折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我看到我特别吃惊啊 美国政府会允许他们 就在推特里面公开讨论那些事情 或者说美国的司法部是不是 或者美国FBI 是不是在放长线 钓大鱼呢 就是这些人哈在推特里面公开的讨论什么呢 说他们要 节育啊 啊 这些蚂蚁们在美国难道有这个能量吗 他们要节育啊 说已经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呢找到了内应 说他们有一个什么理发师的一个理发师啊还是什么哈 说他们已经联系上了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小卖铺还是什么的一个人哈 也联系上了 起码有两个内应 也就是说节育这件事情哈 他们是严肃的呀 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那么我们在看之前的时候美国经常会发生那种 节育的那种事啊 逃跑的那种事 光贵会从美国监狱逃跑吗 这件事呢 我真的是含糊了啊 到底我们可以把蚂蚁要搞节育这件事情呢 把它多大程度上当成一个荒唐的事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严肃的认真的对待这件事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这段时间哈光贵被捕之后呢 那么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是谁呢 就是新中国联邦新中国联邦啊 这个大总统现在被捕了 那谁顶上这个大总统啊 谁来负责呀 我们就知道他这个副总统也就是宣布新中国联邦成立的 郝海东啊他是副总统哈 他这段时间啊好像他没有站出来顶上来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郝海东露面了哟 郝海东呢发了两个推特贴文 但是呢我看到他这两个推特贴文哈 他都是转发之后呢他只是发了几个字而已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有人就说光贵被捕这个事呢 他就说啊说他们出手了 他们出手了 他认为呢就是他们这个光贵 他们的这一派的对立面呢就是出手了啊 一个简单的推文 被这个郝海东转发了以后呢 郝海东呢就回了五个字说 善恶终有报啊就这五个字 另外呢就是昨天的时候 有一个人发了那个推文啊 他就说的是呢 美国现在已经是彻底的被中国蓝黄金了 这是光贵提出来的一个词语啊 叫蓝黄金啊 蓝黄金呢就是从不同的切入点 来策反对方叫蓝黄金 黄呢就是用美女啊用色这个来策反对方啊 来把对方拿下金呢好像就是用金钱贿赂的方式 蓝是什么 我忘了啊 这是光贵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他们这些蚂蚁帮呢就提出来说 现在呀美国都被中国呢给蓝黄军了啊 就是美国司法部这张铁网啊 说被中国给撕破了一个口子 现在呢中国和美国勾结到一起陷害中粮啊 这就是光贵这个中粮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中粮是指中于谁啊 怎么个粮法啊 这是特别的奇怪啊 就是这么一篇推文呢 郝海东转发 转发以后呢他给出了四个字的回应 叫这帮孙子啊 就是他这两个贴文 我看到呢他们那蚂蚁帮不买障碍 蚂蚁帮是怎么认为郝海东的这种表态呢 就觉得说郝海东啊 在这段时间在光贵危难的时候 郝海东没有立即站出来啊 力挽狂澜或者是怎么样啊 而是呢不冷不热的啊 模棱两可的发了这么两个贴文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两个贴文 他说的这两句话哈 就是怎么理解都行 就是郝海东呢 他鸡贼 他鸡贼 他这种表态呢 他到时候呢 他是进可攻退可守 就无论是到时候郝文贵这边呢 能翻身还是不能翻身 这个郝海东呢都可以明哲保身 啊 这就是这个蚂蚁帮 对郝海东这个不满 另外呢 就是昨天啊 有一个网友啊 跟我聊天啊 就说真是讽刺啊 说几年前郝文贵呢 曾经列出来一个三十人的名单 郝文贵呢 恶狠狠的就说 这三十个人 我会一一的把他们送到监狱里面去啊 说到现在为止呢 一个都没有送进去 反而是他自己进去了 真是讽刺啊 然后我就说 哎呀很有这种事啊 他列出来一个三十人的名单呀 然后那网友说 我那个去啊 韩维你真是不记仇啊 你怎么还能把这事忘了呢 这三十个人里头 你可是排底二十一位的呀 哎呦我真的是忘了呀 我这个人真的是不记仇啊 那么前一阵的时候 郭文贵这事刚已被捕的时候 我就说哈 就是郭文贵那会儿 那锅蚂蚁就是把我来打压我 攻击我 吓唬我 威胁我 人身威胁 对吧 死亡威胁 给我吓得我三起三落 我就记得这事 然后网友还说 那你忘了 郭文贵恶狠狠的说 加拿大的韩梅 我忍你很久了 哎呦 我想想我想起来了 这事我是想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网友又跟我说呢 三个十个人的名单里面 我排第二十一个啊 我这事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网友就是说呢 那会儿你就是在国内啊 他说我还跟你说了 郭文贵说 要把你送到监狱里去啊 你可小心点啊 你还说了 哎没关系 我现在在中国 而且呢 我加拿大的家里面 现在都安了摄像头什么的 都有监视 他们再胆敢到我家里面 来砸玻璃之类的话呢 我那相反头都给他们录下来 他说你这是 你难道真的忘了吗 我真的忘了呀 我真的忘了 我就记得那阵呢 就是我三起三落 他们第三次把我打下去以后呢 我就是确实是在国内 我视频也不做了 就在国内享受生活啊 有一个英国的网友 他跟我说 说还没啊 说你还得做视频啊 你要是老是不更新 你那个频道的话 这些粉丝就都把你忘了呀 啊 我想起来就是英国的网友 跟我说的这句话 但是那网友还跟我说哈 他说郭文贵列出30人名单 你排第21位这个哈 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 好 关于郭文贵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本来我昨天想哈 就不说郭文贵了 哎 结果今天又出来是有趣的事 所以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聊正事啊 就是马英九访问大陆这件事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感觉说 好像两岸的交流呢 就少了啊 在蔡英文执政这期间啊 两岸的交流几乎是为零 而国民党呢 也几乎是也都变成了台独分子啊 我们就会觉得说呢 和平统一根本就没有希望了 那么这次马英九访台呢 我感觉好像说呢 是不是又有了转机啊 其实呢 马英九访问大陆这件事情啊 还真不是一个突然的事 比如说呢 今天德国之声呢 还做了一个这种综合性的一个报道啊 就把以前啊 两岸的这个互动呢 给他总结了一下啊 他这个报道呢 就说啊 说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台海两岸关系持续冰冻恶化啊 他会感觉到说呢 是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两岸的关系才恶化的 他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 对吧 他认为之前还好 他说呢 去年8月的时候 时任美国政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访问台湾之后 两岸关系更是跌入了谷底 而且一度呢 是兵威战兇 官方的沟通与交流 激进停摆 这确实是 官方确实是 因为官方呢 就是民进党那帮别犊子 那帮标准的台独啊 毫无掩饰的台独 对不对 但是国民党这边的这些人呢 他们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德国之声说呢 国民党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呢 过去几年间 先后访问中国大陆 但他们往往被民进党抨击为 中国统战的棋子 然后呢 他就总结了一下啊 就说 这次呢 马英九赴大陆祭祖 那么民进党是怎么回应的呢 民进党就说 这就是中共 促统之下的棋子 我们从这个民进党的这一句啊 负面的攻击性的这个话语里面呢 但是我们能看到这里面积极的一个方面 他这里面就说 这个主语呢 是中共 就说马英九这些人呢 都成了中共 所下的棋子 他们是棋子 中共才是下棋的人 你明白吗 就说明这个中共的力量 还是存在的 所以呢 像我们这些呢 就特别的 一天到晚的 日也盼 夜也盼 盼着祖国能够统一的这些人呢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那么德国之声说呢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将于3月27日至4月7日前往中国大陆祭祖 总统府20日表示说 已于当日收到了马英九的出访申报 期盼马英九作为前任国家元首 此行能向对岸及世界展现符合国家利益 与国民情感的作为 展现台湾民主自由的价值 与两岸交流对党尊严的立场 这是民进党 这是典型的台独的语言 现在可悲的是呢 就是国民党那边啊 有一些人啊 甚至一些媒体人 他就感觉到说 是挺亲大陆的了 但是呢 他也张嘴闭嘴呢 就把台湾自觉不自觉的叫做一个国家 所以说呢 真的是台湾如果不收回的话呢 就是他是一个国家的这种都深入人心了 人家不自觉的就这样说了 然后呢 德国之声就说的 没有安排马席二会 这是什么意思呢 马当然是马英九了 习就是习近平了 为什么叫二会呢 因为他们在2015年在新加坡已经进行了一会了 这回如果他们俩再见面就是二会 但是呢 我们看到马英九此行呢 并没有安排和习近平进行会面 台湾的媒体呢 就是说 说马英九此行呢 主要是前往湖南 记佐 并不会前往北京 也没有安排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马席二会 政治效应渴望大幅降低 但是呢 马英九成为自中华民国政府签台74年以来 首位访问大陆的台湾卸任元首 就两岸关系而言 仍然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 那么今天我看到台湾的媒体呢 还有另外一个报道啊 就是台湾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 他表示说呢 他在21日将要率团访问大陆 这次的行程会持续五天 就两岸的农业呀 渔业呀 金融啊 等相关的议题进行交流 那么我刚才就说了啊 两岸的交流是不是此前就是没有呢 其实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 一会儿我们会说啊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次马英九到大陆来 现在呢台湾的媒体啊 又透露出来了消息啊 德国之声说啊 据台湾联合报20日的报道称 说据北京消息人士指出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可能在上海与马英九会面 国台办主任宋涛则预计在南京与马英九会面 之前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个传说呀 说马英九去了呢 肯定会到南京去拜祭这个中山陵 那么他去拜祭中山陵的时候呢 有可能习近平会到那里和他进行会面 那么现在台湾的联合报呢 报道引述了北京方面消息人士 给他们的消息说是呢 国台办主任宋涛会到南京和马英九进行见面 也就是说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陆的官方呢 一个是王沪宁 一个是宋涛会和马英九进行接触 然后呢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 他宣布说呀 说从3月25号开始 已经是关闭超过三年的小三通呢 要重新开放了 然后德国之声呢 还总结说呢 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夏丽颜 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对大陆的这个访问呢 这也是夏丽颜二次访问大陆了 那么还有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啊 他和大陆的接触呢 是非常的频繁 而且是亲密的 那么我们还看到金门的政府领导人啊 立法会委员呀等等 和大陆的接触呢 也都是很频繁 跟大陆的关系呢 也都很有善很友好的 所以说呢 两岸的这个接触 其实从来都没有说是冷到零 其实也不是 只不过呢 就是官方啊 当这个台独分子执政的时候呢 官方和大陆的官方呢 是基本上没有互动 但是国民党的这边呢 其实从来也没有中断和大陆的这种互动 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甭相信这个国民党 尤其是甭相信什么马英九这样的 马英九如果有诚意的话 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啊 早就促进了两岸的统一了 他就压根就不是一个统派 这事啊不要这么看啊 这事你得说两岸的互动 这一互动呢 哎他就会改变有些人的这个看法 对吧 我最近呢我老跟大家说 我就看这个TikTok 你看这个TikTok 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这么一个作用 他们是怎么了解到中国呢 就是这些TikTok里面的这些用户哈 他们以他们的切身的体会 他们就否定了美国给他们洗脑所灌输的那些啊 说中国呀偷他们美国的数据啊 中国是监视美国人民啊 这些哈 他们都会觉得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对吧 如果不是TikTok的话呢 那么这些人可能就都蒙在鼓里啊 可是现在有TikTok TikTok现在都有超过一亿的用户了 你想得有多少的美国民众都觉醒了呢 是不是呢 所以两岸之间呢 只要是有接触 这就是好事 那就好办了 好 这是这个马英九访问大陆的这件事情 接下来呢 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美国银行的这个危机问题啊 我昨天就跟大家说了啊 在记者会上呢 有记者问说 美国的银行危机呢 下一步会不会是非常的危险 然后呢 拜登就说 美国银行危机呢 现在正在过去啊 正在消退啊 事实上是正在消退吗 其实根本就没有 昨天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说美国的这个目的呢 宣布说呢 接下来有六家银行 有可能会把它们降级为垃圾集 垃圾集 垃圾集就非常危险 就成为垃圾要进垃圾桶了啊 那么这有多严重呢 今天我就看到有一个报道就说呢 美国金融界呢 有人就出来指责了 就觉得硅谷银行的倒闭 谁应该负责任 谁应该负责任 我看到这篇文章呢 就说呀 硅谷银行的倒闭呢 高盛应该负责任 说是高盛亲手埋葬了硅谷银行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是早在二月底的时候啊 说这个穆迪呢 就给这个硅谷银行发出了警告 就跟现在穆迪呢 对那六家银行发出警告一样啊 那么穆迪对硅谷银行发出警告以后呢 硅谷银行的高管啊 就去找到了高盛 希望高盛呢 能够帮助他们 但是呢 高盛是怎么做的呢 高盛就见死不尽 高盛就什么都不做 从那开始 就埋下了这个定时炸弹 那么这个硅谷银行就没有希望了 一步一步的 很快的就走到了破产的这一步 那么从金融这方面来说呢 我也不懂金融啊 我不知道高盛应该负多大的一个责任 反正从这件事呢 我看出来了一个玄机 就是穆迪如果是把一个银行给他发出警告的话呢 那么这个银行就危险 对不对 那么我就联想 昨天了 穆迪说对那六个银行发出警告 那六个银行不就危险吗 如果那六个银行也危险的话 那么拜登昨天说 说银行危机正在消退 那么这句话有意义吗 这句话是对的吗 很显然就是不对的吧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瑞士的第二大银行 瑞信呢 现在应该说是呢 从现在开始从事件上就消失了 他已经被收购了 好消息呢 就是瑞信呢 不会像硅谷银行一样倒闭 坏消息就是呢 被收购以后呢 就不是他了 对吧 就是另外一家银行了 就换主人了 另外呢 就是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啊 还不仅仅是说呢 他这些银行倒闭 银行倒闭 金融危机 然后呢 就会造成人们呢 对美国没有信心 对美国没有信心呢 就会抛售美国的国债 那么说现在呢 中国很显然在抛售美国的国债啊 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报道 是环球时报的一个报道啊 他这题目就是说呢 除了中国 他们为何也在减持美国国债啊 我们就不去探讨什么 他们为何减持美国国债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除了中国以外 还有谁在抛售美国国债 那么这篇文章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数据显示 中国将美国国债减持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16日的文章 美国财政部本周的数据显示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从去年12月的8671亿美元 降到了8594亿美元 连续第16个月下降 创下了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 虽然说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引人关注 但是近期的数据显示 抛售美债的并非中国一个国家 事实上 全球持有美债规模排名前两位的日本与中国 2022年分别减持2245亿美元 即1732亿美元 去年以来 请注意啊 法国沙特以色列等多国都抛售大量的美国国债 而上个月的时候呢 比利时 卢森堡和爱尔兰等国 也减持美国国债 然后呢 下面就是根据中国金融学家 首席金融学家的分析如何如何 那些呢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那些呢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下一次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